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有一個跳水選手 他跳出來以後 把身體縮成一團團之後 他可以轉好幾圈 那他說這個是利用什麼原理 答案的話當然 利用腳動量手 不過這個腳動量手 他是手相對於他個人的直心腳動量手 他事實上整個系統 他從頭到尾的話 腳動量是不手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 知道我們有個定理 這個定理是說 以某個當觀察點而言的話 那麼 你這個觀察點來看的時候 他的腳動量的話 可以分為兩部分 腳動量的話可以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什麼呢 一部分是直心相對於歐點的腳動量 所以就等於這個大R 等於這個大R 那全部的MVC 這MVC又要是等於總動量 加上各個直點相對於直心的總動量 各個指點相對於直心的總動量 就是RIC Clozename PIC 有這個定理 這個他是不會守紅的 這個的話呢 他會受到重力矩而改變 這個會守紅 也就是說 他相對於什麼呢 自己的直心呢 自己身體的直心呢 是腳動量守紅的 所以他如果把身體收下來的話 轉動觀量減少 轉動觀量減少的話呢 所以他腳速度可以增加 腳速度增加的話 他就可以轉好幾圈 所以這答案的話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說 根據那個攪動量守 不過這個攪動量守 是相對於他的直心攪動量守 所以這答案應該是選C